装甲车缓缓倒车进入机舱 车神化有黄澜相间乌克兰国旗色 被称为野外征服者的装甲车 由澳洲以专机直送乌克兰正场持员 野外征服者由澳洲制造是轮型装甲运兵车 可在九名士兵和迫击炮等重武器 遥控武器台可在12.7毫米机枪和榴弹发射器 最大特色是能适应小型军火 尤其是布满地雷的环境 这次因为俄军攻击地表最大的安225运输机 目想号被炸成残骸 现场发现多条俄军蛙的战壕 切尔尼哥夫的废墟中醒目的红色机翼和扁平的机头 这是一架被乌军击落的苏34战机 这款双引擎双座超音速战斗轰炸机 可携带对地对空精确导引飞弹 和美国主力轰炸机F151相似 只是受到成本和战场限制 这次只能低空飞行挂载传统弹药 结果遭到乌克兰击落 此外泽伦斯基许愿的武器清单也一一到位 美国已向乌克兰交付一万两千套反装甲系统 和数百架自杀无人机 无而变成一场消耗战 这些西方武器将成为乌克兰的制胜利器 TVBS新闻综合报道